上百人参加的化妆舞会上 英国巨富遭人谋杀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如何性缩嫌疑人的范围 成了困扰警方的头号难题 迷雾笼绕下的案件 唯一看到真相的 还是那个身材还小 体重和智慧却过于常人的 名侦探波罗 大家好 我是大庚 本期视频将为大家介绍 寻女王阿加莎创作初期的佳作 舞会迷案 波罗和猪猪小黑 受BBC著名制片人的邀请 参加了一场化妆舞会 波罗对这种舞会丝毫不感兴趣 但那小黑告诉他 制片人很期待与波罗见面 甚至将这视为其人生最闪耀的时刻时 波罗还是爽快地答应了邀请 毕竟波罗对这种彩虹屁 虽没有抵抗力 舞会上 波罗看到了著名播音员Coco 和他的朋友们 终扮成意大利古丁喜剧中的角色 来到了舞会 其中扮演的女主角的 分别是Coco 以及他的男朋友 英国巨富 九菲特爵士 而男女配角 则由九菲特的输出尤塔 以及臭名昭著 专门以多吉男人 为狩猎目标的 俏寡妇扮演 至于悲剧角色 玉尽灵夫妇面具下面 则是坦纳特和戴斯 这对情侣 舞会开始后不久 波罗看到Coco和九菲特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Coco甚至要提前结束舞会 必让同事坦纳特送他回家 之后 接近无业的时候 寻觅目标的 俏寡妇认出了波罗 他想和波罗跳舞 但波罗很清楚 俏寡妇的动机不纯 所以还是很绅士地 把出手小黑推荐给了他 虽然小黑很享受 与美女跳舞的时光 但小黑的身价 却不是俏寡妇 想要受力的目标 因此他还没跳几下 俏寡妇的目光 就被远处 正在记录什么的九菲特吸引 至于九菲特 他也只是礼貌性地 向俏寡妇挥了挥手 俏寡妇就立刻停下了 与小黑的舞蹈 请去找九菲特 可是令俏寡妇意想不到的是 当他上楼找到九菲特时 九菲特已经遇刺身亡 当然 这些都是俏寡妇单方面的证词 至少波罗认为 还不能排除俏寡妇 杀害九菲特的可能 小黑检查尸体时 在斯热的身上 找到了一个 刻有字母C的小盒子 波罗打开了盒子 发现里面盛放的 竟然是可卡因 小黑注意到 斯热拳头紧握 所以推断 斯热与害群 曾跟人有过打斗 此时 波罗看着死者遇害的姿势 以及不远处 被帘幕遮住的储物间 他也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 报纸上刊登的凶手 在波罗眼皮底下 犯下谋杀案 并且波罗 未能在第一时间 抓住凶手的新闻 相较于 仰视高高在上的明星 这些小报媒体 以及评讨百姓 更愿意看到 身为知名人士的波罗 跌下神坛的样子 人在社会性的趋势下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明星 渴望受人景仰 人们在宠卖明星的同时 也一定程度上 嫉妒着明星 所散发的光芒 当人们难以忍受 这种嫉妒引发的痛苦时 幸灾乐祸 就成了有效的止痛计 而如今 波罗正面临着如此 对他不利的舆论环境 波罗打电话 告诉加布都查 如今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先找到coco 询问他之前 跟死者争吵的原因 但加布都查 却告诉波罗 警方请与coco家拜访时 家中并没有人应答 于是波罗和小黑 前去coco工作的广播公司 得知coco今天竟然翘班了 波罗担心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他让加布想办法 侵入coco家 自己则请你询问 昨晚送coco回家的唐纳特 是否知晓 coco和九菲特争吵的原因 对此 唐纳特表示 他并不知情 昨晚他送coco回家后 因为时间太晚 赶不上舞会 所以他也回家休息了 至于舞会场发生了命案 还是他的女友戴斯 回家告诉他了 另外一边 后面而入的加布毒查 发现coco已经死亡多时 死因是细时可卡因过量 这时波罗想起 之前在九菲特身上 发现的那个 可有字母C的小盒子 应该就是coco的 九菲特和coco发生了不愉快 想必也是因为 九菲特发现了这盒毒品 想要阻止coco吸毒 而引起了争执 之后 法医检查九菲特的尸体时发现 九菲特紧握的裙头里 其实攥着一个绿色的绒球 波罗怀疑 这很有可能是 从凶手身上扯下来的 这时小黑想起 这个绿色绒球 应该是昨晚 扮演绿镜灵的塔拉德 和戴斯身上的物品 于是波罗和小黑 前去拜访了戴斯 发现戴斯衣服上 确实少了一个绒球 对此戴斯解释 做完舞会上 绒球好巧不巧 从他的衣服上脱落 当时他不知 该如何处理这套 从九菲特那里寄来的衣服 并把绒球给了九菲特 随后 波罗得知 九菲特的叔叔尤塔 因为命案的发生 而继承了九菲特 全部的遗产 以及爵位 可以说 尤塔爵士 是这起命案 唯一的获益人 据调查 尤塔爵士 是个瓷器收藏爱好者 为了收藏 他甚至花光了家产 之前 他曾向侄子九菲特 借钱收购一批瓷器 但遭到了九菲特的拒绝 从动机上看 尤塔爵士 显然非常可疑 波罗情绪询问尤塔时发现 俏寡妇 不知从何时起 竟然勾搭上了尤塔 这时 波罗问起了一个 大家都意想不到的问题 他询问尤塔爵士 穿昨晚花装舞会 上那套衣服 需要多长时间 尤塔坦言 那身衣服很笨重 要不是小寡妇 在一旁帮忙 他很难穿上 回去了路上 波罗表示 他已经推理出了 撑起命案的真相 而接下来 他将重新向世人证明 他是当之无愧的名侦探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 这波班的绝大多数线索 都已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其中有一条线索 因为他具有指向性 会影响到大家 猜凶手的乐趣 所以被我删掉了 但各位从动机的角度分析 以现在的证据 还是足以推理出 本案的真相 大家不妨将您猜测到了 凶手信息 打在公屏上 十秒钟后 我将为大家揭晓 案件的真相 波罗召集所有嫌疑人 来到广播电台 他打算破天荒 当众直播指认凶手的过程 以证明他敏真探的称号 绝非浪德虚名 波罗表示 本案存在最明显的 犯案动机 无疑是为了获得 九菲特的遗产 而尤塔爵士 作为唯一的会议人 当之无愧地 成为了本案的 头号嫌疑人 除此之外 俏寡夫也不能排除嫌疑 如果俏寡夫和尤塔 早就是情侣关系 那么俏寡夫 也有为了当上爵士妇人 而杀害九菲特的动机 当然 纯粹从动机的角度分析 不结合实际的证据推理 是无法锁定真凶的 波罗表示 本案最可疑的地方在于 为何他们第一次 警察九菲特的尸体 没有注意到 九菲特的手上 我有一个熔球 如果俏寡夫发现尸体时 九菲特是刚刚遇害 那么他的手没有尸僵 怎么可能钻得那么近 这也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 就是尸体被发现时 九菲特已经死亡多时 然而俏寡夫 是见到九菲特 向他招手后才上了楼 那么当时 他看到的九菲特 又是谁呢 波罗表示 他曾问过尤塔爵士 穿上戏服方不方便 当时尤塔告诉他 需要有人帮助 那时他便排除了 尤塔发案的嫌疑 毕竟 凶手将俏寡夫引上楼 发现尸体后 需要快速地换回自己的戏服 尤塔显然无法做到 因此凶手另有欺人 波罗表示 由于案发誓 塔纳德送科科回家 早已离开了剧院 舞会上跟九菲特相熟 且不能排除发案嫌疑的 只有戴斯一人 那么戴斯真的是凶手吗 对此 俏寡夫率先提出了质疑 他确定 自己看到的假的九菲特 的确是个男人 波罗认为 俏寡夫的证词 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推断 真雄并不是戴斯 而是唐纳德 也就是说 唐纳德送走科科后 又回到了舞会 并在伤害九菲特后 换上了九菲特的戏服 并将九菲特的尸体 藏在了储物间里 等到一切准备究绪后 他再计算好时间 藏由俏寡夫发现尸体 勿导警方面发生的时间 正好是他送完 可可回家的时间 以此为自己争取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而唐纳德 犯下命案 应该一与毒品有关 之前 想必九菲特是发现了 可可染上毒瘾 所以才跟可可发生了争吵 并仰言要告发 收卖毒品给可可的人 唐纳德担心 罪行败露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接着送可可回家 给了可可一份 大伎量的毒品 致使可可吸毒身亡 然后他再杀害九菲特 并化解了当时的危机 只是唐纳德没想到的是 九菲特临死前 竟然撤掉了 他衣服上的容球 紧接地透露了 明案真实发生的事件 之后 唐纳德并然发现 自己的衣服上的容球不见了 意识到自己的出路后 唐纳德便紧张了 女友的容球 缝在了自己的衣服上 以试图将罪行 栽赃给女友 波罗的推理 因证了戴斯 一直以来的担忧 他表示 自己的戏服 其实一直都是完毫无损的 当时波罗发现 他的戏服 丢了一颗容球时 他也很意外 注意担心跟男友有关 所以当时撒了谎 只是没想到的是 唐纳德竟然栽赃嫁祸他 行灰一两的戴斯 不打算再包庇唐纳德 他证实 之前唐纳德的戏服 确实丢了一颗容球 而唐纳德也的确是个毒贩 提侦面前 唐纳德放弃了狡辩 最终被警方 逮捕归案 通过电台直播 波罗在成功地 指出真用的同时 也挽回了名侦探的尊严 他对自己的表现 非常满意 我认为你取得我的邀请 我认为它是最受欢迎的 给我们听听 谢谢 Mr. Ackerley 他们正在尋找你 他们的转门 已经被淘汰了 跟召唤 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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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本期视频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还是罢子 喜欢我视频的话 就在公屏上 打上想看二字 本期视频 点赞收购五千 下周中 我就为大家加更一期视频 还请大家多互动支持 敬请期待